对于埃及而言 纳塞尔就像一颗流星 他的时代虽然短暂 然而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埃及人的生活 他通过了彻底的土地改革 让埃及实现了几千年都不曾有的 耕者有其田 他纵横于大国当中 巧妙地利用冷战初期的博弈 完成了一项埃及无法承担的工程 但精确地判断了国际局势 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节点 战胜了无法战胜的敌人 为埃及要回了本属于他的权利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年当中 推动这一切的纳塞尔 居然只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当纳塞尔的声望达到顶峰时 数千年来都热衷于内讧的阿拉伯人 居然愿意以埃及为主体完成统一 他们尊重的不是开洛政府 仅仅是纳塞尔一个人 为何纳塞尔能成为冷战初期 阿拉伯世界的优质偶像 了解纳塞尔改革后 你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在1952年政变成功之后 埃及将军纳其部虽然是名义上的首脑 但不管是军队内部还是埃及民间 都认为纳塞尔才是他们的希望 此时的纳塞尔年仅34岁 长相又十分符合中东审美 因此当他一出现在公共媒体上 便立即受到了整个埃及的狂热追捧 纳塞尔完全没有让支持者们失望 获得权力之后 纳塞尔开始用几乎教科书般的方式 改造埃及社会 政变成功后第二个月 纳塞尔争权就对 趴在埃及人身上的地主阶级重拳出击 革命之前的埃及耕地总面积为 584万费单 耕地分布状况 则是经典的2% 大地主占据了50%以上的耕地 因为土地分布过于其中 即使革命前的埃及总理 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大地主们资助的议员 也会一遍又一遍地否定 任何避免进一步圈地的政策 纳塞尔上台之后 根本不去和这些实力阶级讲道理 1952年9月 纳塞尔政权颁布了第一步土地改革法令 要求地主 每户占地不得超过300费单 只要超过这个范围 必须以纳塞尔政府给出的价格 卖给纳塞尔政府 一般而言 土地改革必然会造成地主阶级的强力反弹 稍有不慎 就会演变为全面内战 那纳塞尔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给了地主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在埃及的地主中 大部分地主的土地面积 都集中在100到300费单这个范围之内 土地面积超过1000费单的大地主 在埃及情有251户 而地主的总数有多少呢 纳塞尔政权建立时 埃及内部的地主大约有1.3万户 300费单以上强制回收 意味着改革的刀砍不到绝大多数地主头上 因此大多数埃及普通地主 也不愿意为了避免进一步改革 而伙同大地主推翻纳塞尔 不过纳塞尔也清楚 即使改革不作用于大多数地主 少部分利益受损的地主 也有可能铤而走险 因此他没有采取强制没收土地的方式 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土地回收价格 那就是70年的地税 这个相对公道的价格 让许多大地主即使不愿意 也不得不将过多土地 出让给握有军队的纳塞尔政权 而埃及的地主们 也希望纳塞尔在兑现了诺言之后 能与地主阶级妥协 不再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不过纳塞尔的伟大之处就是 他并不会因为权力的巩固 而改变过去的政策 1961年 纳塞尔在声望正盛的时候 突然宣布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在延续之前的种种政策之外 地主每户的最高限额直接砍半 从300费单变为150费单 虽然这下子 命中了绝大多数埃及地主 然而纳塞尔声望正盛 地主们并不敢忤逆 并且纳塞尔还威胁到 如不再期限内出售土地 之后的政府征收 将变为无常没收 埃及第二次土改之后 地主阶级实际上 已经丧失了绝大多数政治力量 但这依然不是纳塞尔土改的结束 八年之后 纳塞尔政府又再次宣布 将地主持有的土地的上限改为100费单 这个政策通过之后 埃及地主阶级在实质上 已经不复存在 而对土地改革始终如一的态度 也是纳塞尔受到 大多数埃及人支持的根本原因 但纳塞尔的功绩远不止于此 它完成的第二件大事 便是让埃及人曾经 渴望而不可及的 阿斯旺大坝变成了现实 在国埃及时代 尼罗河的泛滥 就是埃及人面临的严重问题 每年夏末 尼罗河洪水都会从非洲内陆涌下 并在整个尼罗河三角洲泛滥 洪水虽然会带来 农作物所需的养分 然而下游埃及的农业生产状况 全仰仗洪水泛滥的状态 如果能控制尼罗河上游洪水 那么埃及农业状况 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控制世界第一长河 难度极其之大 纳塞尔掌权之后 意识到尼罗河上的水坝 是埃及下一步发展的钥匙 因此便不可能为可能 成为它的下一个目标 想要修建水坝 最重要的问题是 解决工程所需要的 数亿美元资金 在第一段土地改革之心完成之后 纳塞尔已经成为埃及的绝对领袖 看到纳塞尔政府潜力的英美财团 便主动找上门 愿意提供2.7亿美元贷款 用于大坝的建设 纳塞尔深知 英美财团的潜力有毒 同时2.7亿美元 也完全不够新建这项工程 因此它表面上答应了英美的请求 实际上则开始寻找其他的道路 此时 为维持国内统治 以及应对以色列的威胁 埃及军队自革命成功之后 就一直在试图更新武器装备 而美国处于对以色列的安全保障 一直不愿意批准对埃及军售 纳塞尔深知 美国不可能向他出口武器 便借到杰克斯洛伐克向苏联求助 1955年 苏外两国达成一项武器交易方案 同年 纳塞尔询问赫鲁晓夫 是否可以帮助埃及修建阿斯罗大坝 纳塞尔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准 当时赫鲁晓夫还在权力巩固阶段 特别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 纳塞尔这样一个立场未定 但却能代表中东的人的支持 能为他提供相当大的威望 赫鲁晓夫大手一挥 在1956年6月 批准向埃及提供11.2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年利仅为2% 靠着这笔贷款 阿斯网大坝在1960年动工 并于1970年顺利完工 埃及人自此获得了控制尼罗河水的力量 阿斯网大坝在巅峰时期 还为埃及提供了全国一半的电力 看上去大坝能顺利修建离不开苏联人的大力援助 这份功劳更多的应该归结到苏联头上 而不是纳塞尔头上 事实并非如此 苏联实际上可以像撤回中国专家那样撤回对埃及的援助 苏联之所以没这么做 并非他们大发善心 而是纳塞尔在获得苏联的贷款允诺后 做出了另一个让苏歪双方双赢的选择 1952年 埃及革命的导火索就是前政府对苏伊士运河的不当处理 但如果想让埃及人真正从外国殖民者手中获得解放 苏伊士运河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放眼世界 能对付英法资本的就只剩下美苏两国 两国虽然在打碎殖民体系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但在意识形态上又有根本性的矛盾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 决则其中一方意味着彻底得罪另一方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